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朝夕一心称明后 己心充满观音之回音 不知不觉 己身便会柔和而慈祥 成为风范高洁的拥有者 世上人们爱慕他 世间福乐亦随缘而得 因此对观世音菩萨念念不已 一心一意地信其实在 全身心的颂念大慈大悲者 任何人都能获得珍贵难忘的亲证体验 人能受法 能刑罚者 此乃名曰 供养如来 信仰观音菩萨的人们 自体入于称念三昧 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 不知不觉 成为观世音菩萨 在现实社会中 应现自在的活动 发出久远以来的永恒之光 菩萨具足八法 能自他立 一者 寿命长远 慈心不杀故 二者 具上妙色 常诗一灯故 三者 身具大力 常诗饮食故 四者 具好种性 常坏交慢故 五者 多饶财宝 常乐说法故 六者 具男子身 喝则女身故 七者 言语辩聊 至心持戒故 八者 无大众为 供养三宝固 从情感中解脱出来 是生活的大目标 为何观世音菩萨 立足与无差别平等的大慈悲 具有广大灵感呢 一心念道 爱与自灵 基本法教 对他人仁慈 减少自私 分担他人痛苦 菩萨生命的本质 就是为实现誓愿 大圣菩萨 乃是为旧式大愿而献身的 如观世音菩萨 立大誓愿 一切众生中 即使一人 为苦痛所烦恼 笔及永远不住安乐世界 如此 以誓愿为本体 为誓愿而生 为誓愿而活 以完成誓愿为使命 这就是大圣菩萨 由救度众生 誓愿而生的慈念 便叫做菩萨精神 如同佛陀 以大宇宙为家宅 以一切众生为亲子的大慈悲者故 地下大誓愿 若不能救度一切众生 永不休止 善男子 若能善发无上大愿 是名智者 菩萨摩合萨 发菩提心意 身口一等 所作善业 愿为众生将来得过 一切共之 我不爱生命 但喜无上道 观世音乃是誓愿 不度一切众生苦恼 绝不休止的菩萨 以慈悲为心性 忍辱柔和为本相 与愿失无畏 一切菩萨 富有四愿 成熟有情 住持三宝 请大解海 终不退转 云和为四 云和为四 一者 适度一切众生 二者 适断一切烦恼 三者 适学一切法门 四者 适政一切佛果 善男子 如是四法 大小菩萨 皆应修学 三世菩萨 所学处故 菩萨为众生 顾入生死 有生死 则有病 若众生 得离病者 则菩萨 无父病 譬如 长者 唯有一子 其子得病 父母义病 若子得病 父母抑郁 菩萨吉者 以大悲起 大制度论 入空法 行六波罗密 大慈大悲 此人名菩萨 大圣佛教认为 没有众生的解脱 也没有个人的真正解脱 所以提出了救苦救难 普度众生的口号 普度众生的口号 而以至上求菩提 用悲下救众生的菩萨 是这个口号的具体实施者 菩萨的修行 菩萨的修行 叫菩萨行 其最基本的特征 是欲自我解脱 于救苦救难 普度众生之中 励志修菩萨行的修行者们 修习无量法门 以其就近涅槃 那么 这无量法门中 最根本 最主要的是 六度波罗密 自赞毁他 见苦不救 臣不受毁 赐法于人 赐圣处法 菩萨之特种戒法 圣满夫人十愿 耳时 圣满闻受祭以 恭敬而立 受十大受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于所受戒不起泛心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于诸尊长不起慢心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于诸众生不起会心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于他深色 及外重聚不起疾心 世尊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于内外法不起谦心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不自慰己 受序财物 凡有所受 西未成熟贫苦众生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不自慰提 不自慰 为一切众生 故以不碍染心 无焰足心 无挂碍心 设受众生 世尊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若见孤独 幽系疾病 种种恶难 困苦众生 终不赞舍 地域安隐 以义 饶意 令土重苦 然后乃舍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若见补养 众恶律仪 基诸犯戒 终不弃舍 我得力时 与彼处见此众生 应折服者 而折服之 应涉受者 而涉受之 何以故 以折服涉受故 令法久住 法久住故 天人充满 恶道减少 能与如来所转法轮 而得随转 见势力故 旧舍不舍 世尊 我从今日乃至菩提 设受正法 终不忘失 菩萨与人中 励志高洁 实修 净化 人间的德行 这是我在人间 最后的寿生 我是为了成佛 而才生在人间 我要做人中最伟大 最尊贵的 绝者佛陀 我要广度 救济一切众生 西达多太子 我是为了解脱 老病死的痛苦 不再沉沦 以及推翻阶级的制度 使众生平等 所以我毅然地出家学到 我曾三禀父王 父王不允 我爱父王 我更要为一切众生服务 请你们 打消我回去的念头 西达多太子 无怨恨之教 是为佛教 无争耸之教 是为佛教 无诽谤之教 是为佛教 保藏节 文法者对说法人做医王想 做拔苦想 做说法甘露想 做醍醐想 说法者对听众 做圣洁增长想 做欲并想 若说者与听者能如是用意 皆看少龙佛位 常生活前大几经 佛法贵行 不贵不行 但能勤行 纵寡闻 亦先入道 大制度论 宁当少闻 能解异味 不愿多闻 不了于意 愿作心之师 不以心作师 涅槃经 虽多闻 若不修行 与不闻等 如人说实 忠不能保 能严谨 听法功德 出生死 出生死中最为第一 正法念出经 佛言 以执心念道 书勉重苦 四十二章经 有一切行为之功国者 为从 舍世欲 根胜 佛告沙门 神物信而易 意中不可信 福业如果树 不可以神四得 为人圣 持戒车 得生天上 须知一切事 由行而得 不以祭祀而得 作百佛寺 不如活一人 活师帮天下人 不如首亿一日 宁自破骨破胸 忠不随心作恶 为历史不为多历 能自端心者 胜于历史 佛语心争以来 其解无数 不敢随心 勤力精进 自成佛也 无根者 心为其主 至故如等 当好至心 心之可谓 甚于毒舌 恶寿 盗贼 大祸 此身动作 皆由心起 故应先调心 莫苦于身 身如木石无知 何故随心苦体 由心之事 非无后悔 纵心之祸 重若须弥 一心致意 端身正行 独作诸善 不为众恶 身独肚脱 获其福德 心性本静 诸过为构 以智慧水 洗除心构 只求万事如法 不求 万事如意 人不能服自义 反欲服他意 能服自义者 他人亦可服 由观五义 以灭称慧 观一切众生 无时以来 与我有恩 观一切众生 常念念灭 观违法 而无有众生 何者有能损 所损 观一切众生 皆自受苦 云和 云和附加以苦 观一切众生 皆是我子 云和 遇生损害 从地狱的苦楚 从地狱的苦楚不断 恶鬼的长久饥渴 畜生的互相残杀 阿修罗的极度称蔓 乃至天界的丹与祥乐 可以得知 唯有人间才能修行活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灭度后我出生 忏悔此身多业障 不见如来金色身 世界是一座桥 走过去 不要在上面盖房子 身信三宝 应从证件中来 以正见而起正信 乃能引发正行 而向于佛道 自立立人 互持正法 达到生文出国的条件是 对三宝有不坏的信仰 对四圣地 八正道 十二因缘等基本佛法 不生疑惑 对于受持的戒法 不曾违反 不违反 五无奸罪 生命是一个旅程 死亡是复归于泥土 宇宙向旅垫 过去的岁月如尘埃 修正生文果的初步法门 密护与根门 不放异 掩耳逼舍深意 饮食之节量 以保持健康 勤修物于佳 常修定静 住心一处 安住于正知正见 罪恶是我们自己去做的 痛苦 只有我们自己来承受 停止错误 只有靠我们自己 要变成纯洁 只有靠我们自己 除了自己 没有人可以救我们 没有人能 也没有人会 我们自己 必须走上正道 佛陀 只不过是指示了道路 原始佛教解脱道的思想 强调自律 自治 佛陀 沉默的圣人 智慧的化身 兼具冷静的头脑和炽热的心 一个又一个浪花 永远地在追逐着 这是生命存在的真相 想要真正不死 应该思维四法 一切诸行无常 不起贪恋 如是修行 一切有为皆苦 艳苦心乐 如是思维 一切 一切诸法无我 不助我相 如是受持 熄灭三毒火焰 涅槃为安 不依神通 如是正德 真正胜利的人 是只惜贪嗔痴的迷乱 能勤修戒定会三学 杀掉六贼造作 能正观五运如八交不实 以八正道为指标 正入大班涅槃为极乐 背诵千章万计 不明自信 与解脱何意 所在之处 以法为道 维护 自归依 法归依 莫义依止 学佛 应学佛陀 以身作则 视线知足 忍辱和毫无私心的 为他人服务 人类社会的目标 必须是以悲心 谋求人类的改善 发挥爱心 尊重他人 和分担他人的痛苦 具有宗教信仰的人 亦有责任 控制我们自心的恶念 开始修行时 应以克制自己为基础 再来 基因以 及己助人为目标 一切宗教的精益 无补针对人类的 根本问题 文思修的结合 与保持均衡发展 是必要的 我们必须把修行 和自身的行为 连在一起 佛法中 佛法中常说 你是自己的主宰 没有你办不到的事 道 到 果 涅槃 于此事 现在 眼前 就可证得 涅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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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贪嗔痴的止息 也是人人 所应追求的 最高境界 工作就是修行 以空心来工作 佛教是一种理性的 深奥的探讨人生之道 他不着重 外在事物 而强调个人 对内心发展的责任 唯一真正的控制力 在于内心 那是对自己 未来的关心和责任感 以及对他人扶植的关怀 佛说 你是自己的主人 一切全依你而定 我是老师 就像医生一样 我能给你良药 但你必须自服 必须照顾自己 我们的处境充满希望 解脱的种子 就在我们心中 佛教的本意 是注重献生体验的 要献生正得涅槃的 抱有液感 液从祸起 死生有液 液有烦恼 烦恼的根本是我见 但见于法 不见于我 我便是生死的根源 罪恶的根源 一切法不生 则般若生 一念不生 则大悲生 菩萨若要圆满利他 必须先处二障 障碍解脱的烦恼障 及障碍一切种子的 所知障 佛教要发立他之心的 方法有二 自他平等意味法 因果七要义 因果七要义的修观法 分七个步骤 任一切众生为母 念其亲切的行为 法报恩心 法爱心 法悲心 法殊胜的利他心 法为利他而成绝之心 为了修行此种认知 必须先有舍心 这世界上有四种真实 举凡一切生物 都因无名而生 大凡能构成欲望的对象者 都是无常的 痛苦的 变迁的 凡是存在的物体 都是无常的 苦的 会变迁的 没有我 或属我所有的事物 佛教的主旨 是基于悲心 与爱心的利他 我要使一切众生 离苦及苦因 并且得乐及乐因 佛陀问我们 每天有没有用慈悲的眼光看人 我们每天 有没有和人水乳交融 每天我们如果培养自己 深口意的慈悲 那么样子会可爱 尝试把自己的想法全部倒掉 用别人的想法 法在哪里 在心和在有关于身的 到处都是法 佛法是不离身和心的 我们要当心的主人 带领心 整天降福心 而不为心所降福 不要做心的奴隶 父母和儿女之间 只是有关系而已 没有资格占有 人和人相处 常常借用对方的眼睛 看彼此的世界 可以去掉我之 身体属于你多久 死之前 修行的智者 把死亡当作最大的修喜 现在人类普遍的观点 占有物质 以为所有物质的东西 是我的 让物质变成自己 而为物所益 成为物质的奴隶 事实上 一切的感受 都是自己制造的 而且 不认识自己的成分 随外境的改变 喜怒哀乐 要真正去深入精脏 现代的人 看经书都意思意思 这样不会成长 客服对鬼的恐惧 鬼回答 你常常叫我 常常想我 怀念我 真是烦死了 拜托你 拜托你别再叫我 不要想我 所谓高品质的快乐 就是自在 修行的智者 对每件事 都能如实观 也了解 每一个人 生命的目的 都是等死 一切靠自己 无名的人 才要靠那些 看不见的东西 亲近善知识的莫利卡 舍利弗对他们说 会破的东西就破了 不必要难过 又说 世界上每一个人 都是孤单的 任何人不属于任何人 父母亲不是你的 你也不是他们的 老师的沙米 沙米说 我已经答应过你们 我就不忘语 因为诚信 比父母 亲友 更为重要 出家生活 是简单中 有不简单 不必抢夺 即能提供给人们 喜悦快乐 远避于吃的人 亲近有智慧的贤圣者 尊敬 值得尊敬的人 这是最上吉祥的事 虔诚 恭敬又谦逊 知足 且常怀感恩心 随时随地 听闻正法 这是最上吉祥的事 忍辱 和蔼 乐于亲近沙门们 随时随地 参加正法之讨论 这是最上吉祥的事 微笑 是一种真理的火花 多微笑 较容易接近真理 从今天开始 让我们把 从过去到现在的苦 都交给无常 让苦在无常中转化掉 真理 也就是空 一个五蕴皆空的人 是不生烦恼的 人们不讲道理 思想谬误 自我忠心 不管怎样 总是爱他们 如果你做善事 人们说你自私自利 别有用心 不管怎样 总是要做善事 如果你成功以后 身边尽是假的朋友 和真的敌人 不管怎样 总是要做成功 你所做的善事 明天就会被遗忘 不管怎样 总是要继续做善事 诚实与坦率 使你易受攻击 但不管怎样 总是要诚实与坦率 你耗费数年所建设的 可能毁于一旦 但不管怎样 总是要建设 人们确实需要帮助 然而如果你帮助他们 却可能遭到攻击 但不管怎样 总是要帮助 将你所拥有最好的东西 献给世界 你可能会被踢掉牙齿 但不管怎样 总是要将你 所拥有最好的东西 献给世界 你们给我们的不是钱 是爱心 这个世界需要爱心 修女劝我们 不要用昂贵的东西 或许你付出的 只要一小滴 但是 大海中需要你这一小滴 这个世界有太多的苦难 与不平 需要我们付出善心的爱 与温暖的手 爱是恒久忍耐 爱是恩赐 爱是不嫉妒 不自夸 不张狂 不坚持己见 不轻易发怒 不喜欢不义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爱是永不止息 不难看出 从内疚 恐惧 和自我解脱 出来 会感觉 像是重生一样 爱是一种关系 而爱如果没有他者 来爱是不完全 爱你的邻人 如爱你自己一般 你要人对你做什么 你也要对他们做什么 由五蕴而生起的贪欲 爱染和执着 是痛苦的根源 去除贪欲 爱染和执着 即是去除痛苦 有可爱 所产生的 渺小肉体 永远不能当作我 或我的 也不能以 是我的观念 来思维它 即使肉体被殴打 或受伤时 修行者会想 色神本来就有这样 易于受伤的特质 世尊 世尊在 巨域经上说 无论在他身上 发生什么事 都要耐心地承受 所有的痛苦 而且 而且此时 要加强意念 佛法僧三宝 以保持平静 社里福尊者说 朋友 只要有无取运 所有的感受 就是苦的 只有当无取运 不存在时 才不再有痛苦 善知识 善伴党和善随从者 就是泛行的全部 在此生 亲自验证了 泛行的最高目标 就是圣弟子 舍家出家的目标 他明白 此生已尽 泛行已立 所作已半 不受后有 成就八法之彼球 为普端言 一切向圆满 其八法为 有信 有戒 多闻 说法 以众为境界 无畏而语众 梦中说法 随乐欲得四净律 增上心之 献法乐注 得尔无艰难 得尔无梗塞 依诸漏尽 而无漏心解脱 会解脱 于现在自证之 献证 具足而注 狮子献是一种 语气强而有力 且带有信心的 说话方式 人的一生 受两种力量所左右 那就是业力与念力 业力是累积因果报应的来源 念力却是由 己身发心修持的转移力量 一念至成 也可转化业力的 牵绊和超尘入道 菩萨常在生死中 修菩萨行 而能广力众生的 三本领 坚定信愿 掌养慈悲 圣解空性 法不孤起 障缘乃生 生华的感情 就成为慈悲 慈悲是不要抱肠的 不要抱肠的感情 就是智慧 人可以凭着 他的意志 决心 及今生的行为 去改变自己的命运 彻底的自由 涅槃 亦会带来 那个彻底的生命 引火的燃料断绝 火即熄灭 这就是涅槃 它意味着 退去或熄灭 并不是火一向他物 而是火本身的止息 涅槃 是人类精神的最高境界 熄灭的是什么 那只是有限自我的界限 从反面讲 涅槃是一捆 我欲木柴的燃尽 一切抑制 无限生命的事物 吸引消灭的状态 从正面讲 涅槃就是无限生命的本身 涅槃指所有苦痛的止息 就心理学而言 涅槃是弃除自我观 就道德伦理学而言 涅槃是贪嗔痴三毒的地处 佛陀说 是大喜悦 朋友们 涅槃是大喜悦 人若用武器伤害 无害且不应被伤害的人 将会很快受到以下十恶苦 极端痛苦 灾害 身体伤害 病痛 失心狂乱 国王惩罚 重大刑罚 眷属离散 财产破灭 火烧家宅 死亡后 更往生地狱 善生眼 世尊 云和菩萨 趋向菩提 其心坚固 善男子 菩萨坚固 具足四法 一者 受大苦时 终不舍离 如法之行 二者 得大自在 常修忍辱 三者 身处贫穷 常乐施语 四者 盛壮之年 常乐出家 乐修十善音 于他无损害 诸天常护齿 得生四王天 与父母三宝 恭敬随能师 举忍辱柔和 得生刀利天 自不乐奋争 劝他令和顺 纯善修静音 得生燕摩天 乐多文正法 专修解脱会 喜赞他功德 得生兜率天 于师界诸行 自性常爱乐 起精进勇猛 得生变化天 使罪上有情 聚沙门泛行 增长解脱因 得生他化天 目尖连尊者 劝告大众 甚莫不孝父母师长 口业以及心恶念 不可不慎 否则自作自受 夜报难逃 神通抵不过夜里 善男子 一切诗中 诗无部位 最为第一 诗故我说 五大诗者 即是五界 能令众生 离五部位 善男子 由五善法围绕世界 常得增长 如横河水 何等为五 一者词 二者悲 三者喜 四者忍 五者信 离五界已 度生死者 无有是处 善男子 若人欲渡生死大海 应当置心 受持五界 优婆色戒经卷六 五界品 善男子 若得人身 多饶财物 兼得自在 先应供养父母 师长 和尚 祈救 持法之人 共己远至 出行之人 疾病所需 言则柔软 多有惭愧 不偏信静 有德义人 见有贤圣 持戒 多闻 能以社宅 饮食 卧具 衣服 病药 而供养之 深信僧中 多有功德 修习向道 得虚脱还果 乃至能修 向阿罗汉 得阿罗汉果 修金刚三昧 电光三昧 观如是以 平等奉事 如是施以 得无量福 福德 是故 我于 路子经中 告路子母曰 随父请佛 及五百阿罗汉 忧故 不得名 请僧福 若能僧中 施以 相似 极恶比丘 忧得 无量福 得果报 何以故 如是比丘 随是恶人 无戒多闻 不修善法 亦能演说 三种菩提 有因有果 亦不诽谤 佛法僧宝 咫尺如来 无上圣凡 正见无谬 若供养僧 即是供养 佛僧二宝 若观佛法 功德微妙 即是具足 供养三宝 一切善恶 皆因我身 善男子 生忍因缘 有五事 一者 恶来不报 二者 观无常想 三者 修于慈悲 四者 心不放逸 五者 断除称惠 若人软言 敬 身口液 何言 悦色 先意问训 能观一切 苦乐因缘 当之世人 能修忍辱 想控制自己 解放自己 非认识自己 不可 佛法主要的 在教人 怎样觉悟自己 改造自己 以得痛苦的解除 依佛法 社会只能在人类充分觉悟 提高人格 发展德性时 社会才能完成彻底的 更高度的和平与自由 须从解除自己 身心上的烦恼 矛盾下手 佛法解除苦痛的方法 是如何呢 充实自己 增加反抗的力量 消灭苦痛的根源 渡苦 除苦 是着重在自我身心的改善 与解放的 从人生正觉中 去解除苦痛 世尊就是确定了 解脱自他苦痛的大志 才走上出家 成道说法的路 制苦痛的大志 治苦的原因 主要是源于我们内心上的错误 即由于内心错误 而衍生行为的错误 不要做思想的奴随 欲望的奴随 不要做思想的奴随 欲望的奴随 从过去而招感流转到现在 那么由现在的行为 也还要招感到未来 这三世流转的生死 可说是生命之流 都是因新的错误指导行为 而引起的 我们要消除苦痛 非从内心上的爱欲 和之间改造起不可 自然 这就是行为的改善 也就是人我关系的改善 世尊教人 从行善止恶的行为纠正 达到内心的清静解脱 六波罗蜜多 改造错误预见的方法 六波罗蜜多 是为主要 不时 牺牲自己的精神和物质 甚至生命 去做有益于他人的事 持戒 不应该做的 决定不做 应该做的 努力去做 诸恶莫做 众善奉行 忍辱 证明为忍 彻底解除 人生的苦痛 需要极大的坚忍 才能成功 诗戒忍 着重在行为的改善 精进 精进 对于善的事情 抱定决心去做 严肃的 坚强的 向上的 百折不回的勇气 于决心 即是精进 禅定 禅定 静律 即精神的安定 于集中的境界 由于禅定的力量 可以控制自己的内心 这却是体验真理 发生智慧必须的特殊训练 般若 即智慧 五度如芒 般若为道 只有智慧 才能彻底度一切苦 智慧是领导者 他需要与布施等行为配合起来 使所修所行 不致发生错误 这才是佛法重智慧的真意 以佛法说 一切事物的存在 都不过是原因条件的假合 凡是假合而成的东西 它的本身一定是牵动变化的 它以原因而存在 同时又与它法作源 它法也牵流变化而存在 这种互相影响 互相推动的关系 佛法简称之曰 因果系 因此而得三法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所得到的 空 是真理中最高的真理 最究竟的真理 是充满革命的积极性 大圣之革命 大圣之革命 慈悲是在人间实现的 慈悲不是脱离污浊的事件 而必须向这生死罪恶的世界中投入 把他人的痛苦 把他人的痛苦引为自身的痛苦 是现身爱他人的极致 慈悲行的实践者 是苦他人之苦的人 菩萨为诸有情 与生死 堪受一切苦 菩萨行者 去历世 做他人的替身 愿我念他所爱 如念自受命 愿我念众生 万倍胜自爱 愿彼所作恶 与我果报熟 是故大人王 与一切众生 当起慈悲心 是与无部位 当满世尊义 广起舍利塔 行慈悲心者 既得见文书 慈悲心者 慈悲的完全具现者 就是佛 所以佛 不会惩罚恶人 且对恶人 更加怜悯 因而恶人得救 乃是唯有佛教 才有可能的事 自己的救度 存在于不断实践修行之中 信仰应是为行为上的努力 而显现出来 觉悟一切诸法 皆是实相平等 叫做上求菩提 悲怜众生迷惘无知 故名为下化众生 在佛前发誓 要实践大慈悲 出家者 必须亲身体现 佛慈悲的人 但学佛祖行旅 菩萨慈悲 惭愧于诸天善神所明诏 任佛志而行 一切无所谓苦 慈悲会由于修行 而于身具 慈悲是修行者的本质 道心第一 身体第二 学业第三 大圣佛教彻底强调 实践必须以空观为基础 所谓高僧者 不犯因爱之不隐 不识嗅露之不解 坚持戒行 舍名利邪念 修佛道大道 大悲心于佛菩萨相等 连一切众生 日夜愿救之 谁不静止 僧从父母受起宝贵身体 奉佛祖修大道 继续慈悲广大愿行 永远不惜自己生命 入佛法大海 为辅助多身众生 投舍我一身 称为舍身 是为契恩 是名出家之孝 被称为高僧的人 事生身身身佛 为信徒所崇拜 慈悲为六种完全之德 六波罗密之根基 佛子 菩萨摩赫萨 在家宅中 与其子聚 未曾暂舍菩提之心 正念思维 缩婆苦境 自度度比 令得究竟 以善方便 画己眷属 令入菩萨制 令成熟解脱 随于同志心无所拙 以大悲为本 处于居家 以慈心固 随顺妻子 与菩萨清静道 无所障碍 以慈悲 正直 堪忍 等三 劝自身 则人也见习 不交而自然导近 不如平日安逸 持慈悲心 正直 堪忍三项 努力以使 出息入息 无所勉强 身体受苦 也要修行 为大众说教 才是真慈悲 佛教 既然是一个思想体系 就得靠传授 才能弘扬 所以传法 就是慈悲 说法是慈悲心 也是宗教的社会性实践的开展 山慈悲与当代 佛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实践 即是守战 即是守戒律 即是守戒律 行八正道 若一切众说法是守战 出入三宝海 以信为本 祝于佛家 以戒为本 出入菩萨位 以戒为入门 戒者 使一切善行功德藏根本 正向佛道果 一切菩萨行之根本 世界能处一切大恶 所谓断一切 渐慢 执着心 诸根不惧者 一切黄门 殷男 殷女 奴婢 变化人 皆得受 新地界 引皆有 新相顾 一切众生 持新地界 必赶未来 六根具足 清静 持戒的目的是 成佛的解体 而以持戒至成佛的过程 目的就是 在圆满 净化 凡夫身的 身口意三叶 真正的犯人 不是罪恶 而是无知 根本无明 以信心为根本 以诗戒 为立身社会的事行 以文 慧 为趋向解脱的理证 在家无法 信 戒 诗 文 慧 一切都不染拙 却充满了爱心 莲花心 慈悲没有敌人 智慧不起烦恼 不失的人 有福 行善的人 快乐 真正永不褪色的美 一颗解脱自在 且慈悲柔软的心 放下爱恨 一切顺其自然 不称得两种胜利 胜过自己 亦胜过对方 正思维 我们必须有坚定而热切的愿力 超越我们的孤立 并视众生的幸福 有如自己的幸福 在佛陀的心目中 真理的价值不是道德的 而是如实的 欺骗不是好事 因为它减损我们的实性 应立即断然舍弃 所有的交视性的虚言 妄语 必须明了 躲在围墙后面过火 是使生命沦为虚假 和不自在的原因 佛陀将创造 追溯到原始的无知 与意志活动 佛陀要每一个人 在沉默中正视自己 以求达到正觉的路 人们经营 为生活的每一个方面 如职业 副业 嗜好 有规律地训练自己 至于为生命本身 去接受训练 则往往不被重视 原始佛教中最重要的修持 自律 自治 道德的讨厌和心灵的进展 觉悟的完成 要透过放下外援 我于诸法无所得 如来无量不思议 普现世间无所依 人 仍可凭着他的意志 决心 及今生的行为 去改变他的命运 亲近善事 驯服也向最好的方法是 用恶将他和一头 已经训练好的像 拴在一起 慈悲喜舍四无量心 是指菩萨普度众生 所应具备的四种精神 就是以无量的娱乐心 拔苦心 欢喜心和包容心 来广度一切有情 自有一双慈悲手 摸得人心一样平 大圣的修行 基本上最主要的是悲心 对他人的爱心 对他人痛苦的关心 以及自私心的减退 你若能奉献自己 尽可能为他人服务 则你就有了大乐之缘 对他人的真正悲心与爱心 全发自这种舍己为人的态度 你若日常过着善良的生活 诚实 有爱心 有悲心 自私心少 那么这种生活 就会自动导致涅槃 发展爱心与悲心 是根本之道 爱心是最主要的动机 悲心是宗教的真髓 善良的生活 需要有善良的动机 我们必须分担他人的痛苦 心存狡诈 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正义与诚实 内心自私还要利他 也是办不到的事 动机非常重要 单纯的宗教观是爱心 尊重他人和诚实 这不仅限于宗教 也包括政治 经济 商业 科学 法律 医学等各行各界 动机纯正 各行各业都能利益人群 内心的转化 虽不易完成 但绝对值得一试 我们应试图 以爱心 真正的爱心 和较少的私心为基础 建立一个较佳的人类社会 一切全靠善意来成就 唯一真正的控制力在于内心 那是对自己未来的关心和责任感 以及对他人福祉的关怀 悲心于利他的心态 就是当你面临必须在自己与他人的福祉之间做一抉择时 你把他人福祉放在自己福祉之上的那种感觉 佛教为发此利他之心的方法 主要有两种 一种名为自他平等意味法 另一种名为因果七要义 一般人心中主要是将他人分为三类 有 敌 非有 非敌 对此三类 我们所持的态度是 贪 嗔 莫不关心 一有此三种态度 利他之心就无从升起 因此 消除贪嗔与冷漠 实属重要 因果七要义 承认一切众生为母亲 思维一切有情众生的恩德 观修回报众生的恩德 观修慈心 观修悲心 发殊胜的利他心 发为利他而成立正觉的菩提心 实行摄善法 慈悲醒 少欲醒 静犯行 敌语行 明慧行 护法行 悉恶推善行 财法巨师行 忍辱行 赞三宝行 何谓为道德 信为道 智身口意 为德 菩萨之十种修行 菩萨之十种修行 信仰佛法 悲 拔众生苦 此 失乐于众生 对诸众生 而起众生缘 知众生无实体 无自性 而起法缘 观五蕴之空 而起无缘 舍 行内外二师 令众生心安 不疲倦 只行世间 出世间之行 而不疲倦 知经书 只知五明 知世间至 知晓世间 实际之事 意 惭愧 此罪过 而生惭愧 兼顾力 自守佛道 而不退失 更能向上转进 供养 供养诸佛 即如妻所教说修行 孝顺父母师僧三宝 孝顺治道之法 孝明为戒 财师为众生所爱 法师常为世间所敬重 财师为愚人所爱 法师为智者所爱 财师坏财之贫穷 法师坏功德之贫穷 此二种诗 谁不敬重 财师能与献乐 法师能与天道涅槃乐 乐爱悲者 能爱一切众生 爱一切众生者 即是爱己 说法者应行四法 广博多学 能持一切言辞张具 决定善知 世间出世间 诸法生灭相 得禅定于智慧 随顺诸经法 而无争 不增不损 如所说法 受佛五戒者 是福德之人 无所未必 戒行之德 福应自然 天神拥护 感动十方 善男子 若欲乐师 当破五世 一者称心 二者谦心 三者度心 四者习生命 五者不信因果 破世五世 常乐不实 菩萨摩赫萨 见来求者 生一子想 事故 任力多少师之 事则名为 师波罗密 菩萨 菩萨师师 离语千心 明师波罗密 能忍一切求者之言 明忍波罗密 所师之物 首自授予 明精进 波罗密 至心系念 观语解脱 明禅 波罗密 不择一切 冤亲之相 明波罗 波罗密 善男子 受自命者 则不杀生 爱自财者 不到他物 爱自欺者 不亲他欺 嘴巴甜一点 脑筋活一点 行动快一点 效率高一点 做事多一点 理由少一点 度量大一点 脾气小一点 说话轻一点 微笑漏一点 处堪忍世界 要修生忍 法忍 生忍就是众生忍 可得无量福 法忍就是对一切法要忍 可得无量慧 修学众生忍 要学慈悲观 修学法忍 要修因缘观 古德说 劝君学佛 勸君学佛 莫生称 法忍无我 亦无人 佛说 佛说 生是因缘生 灭是因缘灭 于法无所有 实战 实战和忍悔 是消业障的良方 坚持名号 怒火就化为清凉池 常恐惧者伤胜 太多的脾气伤肝 过分的忧伤伤肺 若对一件事老师念念不忘 则伤痞 气氛则已引起肝癌 过分的喜悦 伤心脏 凡事会讲出来 发发脾气就没事的人 其缺点 亦引起心脏病 婚姻的过程 就是学习耐心 爱心 以及忍辱 征服情海 从爱欲中解脱出来 拿破仑将军 能征服半格世界 却不能征服他自己的心 唯有能够征服自心的人 才能真正走上出家修行之道 所以说英雄好当 和尚难做 情人眼中出息时 只要夜缘成熟 中阴神 见到老母猪 也会看成绝代的美女 何况是人 任难认之事 要有利而无弃 处难处之人 要有之而无言 佛法中常说你是自己的主宰 没有你办不到的事 诸佛菩萨 没有半点障碍 生理组织也随起了变化 因此六根优胜 故能三明六通 一时齐发 其实 所有佛教的理念 都是建立在悲心上 佛陀的一切教法 可用两句话来表明 第一句是 你必须助人 这包括了所有大圣法 第二句是 若不能助人 一应不害人 这是全部的小圣法 这表达了一切道德的基础 那就是不害人 大圣法和小圣法 都是立基于爱心和悲心 文思修的结合 与保持均衡发展是必要的 我在文法时 也致力于思修 我在思法时 也求多文和从事修行 我在修行时 并不放弃文法和思法 修菩萨行的人 是以承担别人的痛苦为己任 你害怕时 可做慈想 别人也有同样的恐惧 愿我能承担 他们所有的恐惧 劝发菩提新闻 颠驴出血 谁知无母之悲 千史旧徒 焉知乃嗡之痛 法剧经 若见他人过 心肠义愤者 增长于烦恼 去断货原意 我立志为佛教 为众生 人类而修学佛法 缘起的法则 要以因果相依来解释 缘是相依的意思 起是说起源 这个法则是讲所有宇宙的有违法的存在 都是各种因缘相互作用的结果 这种说法的重要性在于 他预先排除了两种可能性 一是事物无中生有 无因无缘的可能性 二是事物由造物主或超觉的设计者所造的可能性 这两种可能性都被否定了 学会面对死亡 就学会如何好好的活着 透过因果相依的角度 加深理解缘起法性 我们就能承认接受业的作用 也就是主宰人类行为的业力因果法则 这个法则解释了痛苦的经验 是如何自恶的业 思想与行为的结果而产生的 以及想要的经验 如快乐及欢喜 是如何从正面的行动 情绪与思想的结果而产生的 每个生命体都是由于自己的愚痴无名 造作诸多恶业而衍生的一股力量 这股力量一直牵引着自己生生世世的轮回 其本身是没有实在性 也没有一个外在的神在主宰我们 这就是佛陀所说的无我 慈悲的付出 智慧的不实 生命的教育 无论是有情生命或是世间的一切物质现象 皆为原生原灭 无法独立存在 如果离开因缘和合 就找不到实存的东西 而在生活中所看到的一切现象 也都存在着生灭无常变化 所以人生就像一场梦 幸福的背后 其实隐藏着悲伤的阴影 那是终有一天要承受失去的痛处 无人得以幸免无常的召唤 最深刻的无常就是死亡 认清世事的无常性 该是此生的重要任务 空性是指每个事物 与事件产生的方式 只是许多因素的组合而已 皆无独立性或自主性的存在 不要抱着你是在帮助灾民的心态 来做救援工作 而是感激对方给你视线 他在为你诉说无常法 以其惨痛的经历 让你学会人生的经验 勿用支付昂贵的代价 就得以从中体会圆融人生的智慧 无情与有情 在这次的九二一地震中 揭说了深刻的法 用大量的物质 与实际的救援 再对灾民的深作 实际的协助 更应安抚他们的心 例如宗教界的诵经 祈祷 及心灵的辅导 思想的教育 最好的慈善事业 就是于教育合而为一 以文化 教育来培养人才 宣传教义 从思想见解上改造人心 这才是根本之道 得以发挥宗教真正的意义和价值 所谓诸供养中 法供养第一 如果能肯定空性 就可肯定世界的源起 如果能肯定源起 那就能肯定苦 和其起源的因果关系 进一步就能理解和接受 苦会有终结 那么就能接受个人的证悟 和体现那个境地是可能的 最后当然就能理解佛陀 以真正完美地成就那个灭止的境界 智慧的培育与修行的关键所在 它就是正念 注意或反观自照 把注意力摆在当下 使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 身心变化过程的实相 唯有透过毫无简择的观察力 方能使我们透视并了解这个世界的真相 佛陀入涅槃前 最后的教诲是 精进不懈 保持正念 精进并不是要努力去改变事项 而是单纯的在每一时刻 保持清醒 就在当下 保持清醒 概念是随着经验产生的 正念是专注于过程发生的当下 而不是用概念反映该事物 要警觉当下 以及过程本身 它是认识事物真相的 唯一下手处 也就是用概念的 变成识心 不仅能使我们透视世界的真相和了解烦恼产生的原因,更使我们远离执着、称惠和无名,让我们的心时时刻刻保持清醒而纯净。 最后,我们会体验到,没有一个实体在获得什么,只有过程变化的自然无常,空无我。 平静、清醒、无所值,不分别计较的心,自然充满美德和慈悲。 佛陀的基本教法、慈悲和智慧。 智慧就其消极方面而言,是内观透视所有现象的本质,并且导致内心的平衡稳定。 慈悲和爱人,则是智慧的极极面,他们是对佛法和自然法则深刻体悟之后,在这世间的流露和展现。 修行应强调培育内观,使慈悲随着内观的体验而自然流露。 直接体悟到无常、不圆满、空性,必然会产生慈悲的果实。 一旦清楚地看到自己生命的痛苦,对于别人的烦恼,也会感同身受,而欲极力未知排解。 无所不在的爱,来自全然的无私无我。 而所有佛教徒的修行,皆应以消除贪嗔无名为目标,拔除内心自私自利的根源。 缺乏慈悲的滋润,智慧之道将显得干涩而理论化。 没有智慧的慈悲,又容易流于浮浅或误导。 凡有助于熄灭自私的修行、享仁爱、世间的善行、慈悲观,或者导致最深智慧的内观法门,都是属于佛陀修行的一部分。 随着修持的进展,会更清楚地了解到,个人的解脱与所有众生的解脱,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若只追求个人的解脱,即表示仍望止有一个可以跟别人分开的自我。 真正的教法都导向体悟身心现象的本来面目。 精神修炼是一种很单纯的心灵培育的功夫。 它使我们的内心无贪、无嗔、无痴,或者使其专注、清醒、安定和充满慈悲。 从智慧流露出来的喜悦,超越所有的知识和力量。 它是一种真正内在的祥和与快乐。 它不会随着身心现象的迁流变化而动摇。 是一种超越生死的安详宁静。 修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 一种是精进不懈,或致禅定和开悟。 第二种态度是修行本无所得,义无所求。 你欲努力地想求开悟,智慧反而不能升起。 因为智慧不会从欲望中产生。 单纯地存在着,放下,观照,顺其自然。 就在眼前,就在眼前,就在当下一切本自现前,智慧是新的自然状态。 菩萨若行广大无量忍辱之行,则能出生大菩提果。 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千节所集聚,不失供养德,即种种善行。 一念称心起,皆摧毁无余。 普贤行愿品云,诸佛如来,以大悲心而为体固。 因于众生而起大悲,因于大悲生菩提心,因菩提心成等正觉。 菩萨发十种心。 一者,于诸众生起于大慈,无损害心。 二者,于诸众生起于大悲,无彼脑心。 三者,于佛正法,不习生命乐守护心。 四者,于一切法发生圣人,无执着心。 五者,不贪力养,恭敬,尊重,敬意乐心。 六者,求佛种志,于一切实,无妄实心。 七者,于诸众生尊重恭敬,无下列心。 八者,不着事论,于菩提芬生决定心。 九者,众诸善根,无有杂染清净之心。 十者,于诸如来,舍离诸相起随念心。 太虚大师说, 仰旨为佛陀,完成在人格。 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 要想成等正觉,首先必须完成自己的人格。 但怎样才能完成自己的人格呢? 如佛陀告诫云,阿难,受佛禁戒,诚信奉行。 顺效未甚,静归三宝,养亲尽忠,内外谨善。 心口相应,即佛陀教导弟子, 对国言中,对亲言孝,对子言辞,对友言信。 佛学是出自于人生而止于人生。 人们若能以佛陀的遗教来自我反省, 以佛教的戒律来约束自己, 以不失、爱与、同事、力行等四舍法来广利一切众生。 以佛陀的慈悲心来包容一切众生。 那么世界将和平。 悲心旧苦,慈爱于乐, 才是学佛人应有的目的。 佛陀回答静患王说, 当一个人悟到之后, 他就属于圣者家族的成员。 他高贵的身份不是依靠外在华丽的服饰, 而是智慧与慈悲。 卡拉卡尼的故事 几孤独长者对家人说, 一个人不是由他的名字来决定的, 迷信的人以名字来判断一个人, 智者却是以他是否有一颗善良的心来判断一个人。 事后, 长者又说, 所以我说啊, 不是因为名字或财富使他成为一个人, 乃是他的心。 佛陀多次提醒几孤独长者说, 大量的布施财物并不是最重要的, 还有比布施更重要的, 就是慈爱与正见。 玩人的教育过程 根据《转法转经》, 世尊本身是依四地之观法, 进行见道、修道、正觉的三个阶段的。 见道, 第一阶段皆是四地如实的理论性理解, 知此是苦, 知此是苦疾, 知此是苦灭, 知此为智苦灭之道。 修道, 第二阶段叙述应如实的实修体验四地, 苦应变之, 即应舍断, 灭应实证, 道应修习。 正觉, 第三阶段叙述已完成四地的实修体验, 苦以辩之, 即以断舍, 灭以实证, 道以修习。 人格发展的极致, 最高的人格, 生命升华的最高境界。 修行道三学, 戒, 身心的调整, 戒律式佛教的生命, 定, 将精神统一集中, 使之不散乱的等持, 而置于专心的三昧状态之一, 慧, 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 即是了知缘起于四地理法的新的作用, 是知识与实践结合的深正体验, 无执着, 而以无碍自在心注。 中阿韩一八二《马易经》中, 说修行道成有下列十七阶段。 惭愧巨足, 是对世间对自己的内心要支持, 而巨足正确的良心。 出家者的第一要件, 身行清静, 八正道中之正业, 语行清静, 正语, 易行清静, 正思维, 活命清静, 正命, 守护根门, 余时之量, 警务精进, 正精进, 正念正知具足, 正念, 独注远离, 五盖舍断, 初禅至第四禅, 宿注随念至, 天眼至, 漏尽至, 师界升天三论的在家八法。 方便巨足, 守护巨足, 善友巨足, 正命巨足, 信巨足, 戒巨足, 诗巨足, 会巨足, 在家信徒的实践修道法, 四不坏境之信仰, 即四种绝对确实的信仰, 是深信, 佛陀是真正具备如来诗号德行的世间的大导师, 法事适合于任何事, 任何地方的永恒的真理, 僧是作为佛之代理者, 而足以指导民众的完美的人格者。 戒律是佛教徒是佛教徒是佛教徒最重要的事, 而坚信不移, 并自己持戒绝对不犯为要。 诸法无我, 是一切万物, 无有固定的自性, 也就是任何存在皆无绝对性, 孤立性, 独存性, 依存的, 协同的状态, 强调无我的实践。 应以真理的标准不断地自我反省, 反复有我与无我, 而向人格完成的救济理想迈进。 作人最为理想的是, 不管是就个人的学问技术, 或有关整个人格, 有我与无我二者, 得以发展到最高度。 即使最高度的有我, 和被最高度的无我活用, 完全地实践显现。 人生苦短, 所以生命最重要的目标是修行。 以佛法为周, 实现佛法在自己的生命, 进而以自己为周。 要有实修实证的修行生活体验。 慈悲经, 如母亲奉献生命, 为了保护子女, 我们应以无量心护持众生, 让慈悲心照遍世界。 我们的目标, 永远是解脱与平等。 直接导向修行, 以法作为我们的周导和一致处。 归依是个精神上的避难所, 一个安全的地方。 归依以证悟的抉择, 归依教法, 归依开悟或出家佛弟子的团体。 归依教的理论是为了能帮助修行。 修行跟日常生活应该要配合起来。 真切的归依是纯然的奉献, 感恩和尊敬。 归依三宝后, 我们感到终于找到一个可以休息的地方。 这教法明确地指出, 有个方法能止息我们的苦, 止息经常纠缠着我们的烦恼。 我们为了佛法僧而斑的石头, 这样的石头感觉起来就不会那么重, 那是为了最高的理想而工作。 能量来自于确定和肯定, 来自于全心全意的工作。 修行直接牵涉到我们生命的本质。 它需要心灵和意识完全地投入。 用意识去了解爱, 用心灵去感受爱。 只有理性和感性的融合, 才能让我们走得很稳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归佛 归一法 世尊圆满宣说法 此时此处得见闻 不论古于今引导众生见 以法住心中智者自得正 归一僧 世尊僧团入正道 世尊僧团入直道 世尊僧团入实道 世尊僧团入善道 四双与拔辈 僧团善得果 应共应敬礼 世间无上田 在我们的心中 雕塑一尊庄严 慈悲圆满 放光的佛陀的像 然后 把它放在我们的心中 这可以帮助我们去爱自己 同时也帮助我们去爱别人 当我们感到感恩 奉献和尊敬 奉献和尊敬时 我们的心中就有爱 爱和尊敬 在修行的道上 是并肩而行 是并肩而行的 除非我们 能不舍昼夜的培养 对每个我们所遇见的人 都能产生爱心 不然,我们会错过了生命中最能令我们喜悦的部分 看看那些至深热恋的人,一定有颗快乐的心 当我们爱三宝时,就像是一场永不会失恋的恋爱 清楚了解到三宝对我们的意义 那时,爱和奉献会在我们心中升起 能够皈依不但稀有,而且是本身有善业报的表现 应顺导师说 读经要懂得经义 念佛要知道佛的本愿功德 具足慈悲喜舍,就是菩萨从因到果修行的心路历程 观世音菩萨是,尚弃诸佛同一次心,下和众生同一悲养 无论修净土,修任何法门 只要把大慈大悲,大喜大舍的精神,彻底表现在生活行为中 就是阿弥陀佛 与现世除一切苦恶 离恐怖不安 表示观音慈悲心 是嫉妒众生之誓愿 有菩萨生誓愿 有誓愿生菩萨 常实践誓愿之所行 为菩萨之生命 为菩萨者,首先要生起誓愿 首先确立誓愿,才能显示菩萨的功德 所以菩萨之誓愿,常具有其生活力 有其存在之基本 是其性格中心要点 一言以蔽之,己菩萨之力量也 悲华经中 观音菩萨对一切众生高呼力誓愿说 我以所有善根功德 回向菩提 若有众生受诸苦恼 与恐怖不安状态时 若一称我名 唱我名字 无在任何处所 都以天耳闻 以天眼见 救济必知苦恼 若有一人未能免托其苦 五永远不得成佛 《般若经》 此事学识 非是正识 观音菩萨在普门品中 所说的功德是 除七难 离三毒满足二求 七难是水、火、风、刀杖、鬼、枷锁、怨贼之七种 普门品说除七难在于称名 离三毒在于观想念观音 得二求在于礼拜 总之 现实世界绝大的苦难及缺乏 一于一称一念一礼 就能被救济 因此观音之功德利益 在此现实人生中 极有最大最高之功效 观智所喜炼的观音 是依据在具体人人内心的反省体验 才能显示出活生生 人格之效能 设取观音之真理与慈悲 而转回为光明欢喜之生活 观音慈悲 以具体的普门视线 就现在之事 去除一切恐怖不安 三方面为主体 从普门视线说 任何众生在任何苦恼灾害中 菩萨皆能垂下慈悲救护之手 应献万类 从现实的救济说 这是观音信仰实际的魅力 舍离会土 回归极乐净土 是以信仰弥陀为主要点 但于会土中 去除其黑暗面 安顿于今日的如意境界中 转回于安乐生活中 一成纳摩观世音 一念观音 一礼拜观音 就能灭除了事实上的烦恼 为观音成就 现实利益的有利信仰 从去除一切恐怖不安的心理 观音是师无畏者 更含有 旧现实苦难之力量 真理 是现实世界的 事事物之存在 更不可忘却 宗教本来的使命 观自 是观智 是魂隆与朗诏 清静智慧与感情之认识主观心 是 是客观世界之一切法 因是众生之根基 一指一般众生要求上的心态与功劳 人非圣贤 殊能无过呢 佛经上说 世间有二种清静人 一种是断除诸恶的圣贤 一种是犯错能改过的人 犯罪畏罪的人 虽然逃得了一世 却永远住在新的牢狱 得不到平安和幸福 所以承担自己的错误 勇于修正改过 救自己的心 挣脱内在的牢狱 得到心灵的自由 为自己换来平安和幸福 生命的胜利者 勇于认错的人 岳西法师的故事 慈悲在哪里 救济众生身体上的饥寒 不过是初级的慈悲 真正的慈悲 是对每一个众生恭敬 没有静悲好恶的分别 菩萨为度众生 愿常处惠土 殿洒悲情甘露 南无阿弥陀佛 并没有放弃 这块情欲的泥照 王居士深入青楼祭院 用念佛声 使他们泄尽千华 脸上绽放青色青光 黄色黄光 白色白光 广致内心的静脸 幸福在心中 不在别人眼中 何必学虚荣 多说一句鼓励的话 少说两句指责的话 一声赞美 你我都欢喜 小小的好事 做出来就变成大大的好处 你让步 我让步 条条是大路 绿脊炎 多反省自己 待人宽 少责怪他人 多微笑 少皱眉 乐观才是幸福 微笑是心境上的晴天 为恶之良心谴责 较任何处罚的力量要大 为善之心境安事 比任何良药的功效要好 有第一等知识 也要有第一等道德 看重自己 看重自己 照顾别人 静化自己 关怀众生 微笑着听人说话 谦和地对人说话 见面欢欢喜喜 说话和和气气 开口一笑 怒气全消 忍让一分 事事都好 微笑是最漂亮的表情 成心对人说话 耐心听人讲话 有多少度量 就有多少福气 心无忧虑 逍遥如佛祖 身无病痛 快乐似神仙 无私的奉献 是人性最美的光辉 赞扬别人的优点 宽恕别人的缺点 学习别人的长处 体谅别人的短处 少评论别人短处 谢谢 是最受欢迎的一句话 微笑是最令人喜欢的表情 光明来自太阳 喜乐来自心中的爱 阳光可以融化冰雪 宽容可以化解仇恨 乐观与微笑 使面对逆境最有力的武器 做事要有恒心 做人要有爱心 不说人闲话 是一种厚道 忙中对人不冷淡 累时对人不厌烦 愿可不济 愿可不济 恩不能忘 千则能和 傲则易怒 何谓做人成功之本 怒则处事失败之根 尊重 诚信 关爱 是群我伦理的基本精神 别人就是另一个我 为别人设想 就是为自己着想 何人比修养 奉献 不要比地位财富 心胸要放宽 度量要放大 脚步要放稳 目光要放远 多检讨 多检讨 多进步 多忍让 多祥和 说实话 不说大话 说真话 不说谎话 慈悲温暖人心 善行光明社会 吝啬是金钱的奴才 行善是精神的富翁 吃比寿快乐 有福气的人 请多分福给别人 主妇吃家 勿忘自修 男人创业 勿忘照顾家庭 饶人一分 便是天福一分 贪人一分 便是重祸一分 商人一刀 身上留痕 伤人一言 心上留痕 寄人好处 能忘恨 寄人坏处 会生怨 爱心生 百恨消 邪念动 万恶来 一句 一句次人的话 能使人 终身心痛 一句感人的话 能使人 一生难忘 财富 财富破产 可重建 人格破产 难再历 人格破产 心不邪恨 即心得 口不邪言 即口得 行不邪事 即行得 不想坏事 心乐 不说坏话 意乐 不做坏事 生乐 不怕没时间 看书 只怕偷懒 不翻书 读书会励志 赌博会丧志 怕苦 苦一辈子 不怕苦 快乐一辈子 困苦是激素 能吃苦 才能有成就 不一暖 菜根香 好书滋味尝 知识 就是力量 与尊严 手边有好书的人 是最快乐的人 至于之分 在读书 与不读书 运动 健身 读书 意志 读书 使我们了解别人 看重自己 成功 是在平凡的工作中 创造不平凡的成就 要成大事 应先做好小事 学力要紧 能力更要紧 学养要好 教养更要好 成功源于小心 失败来自大义 人的价值 看他肩负多少责任 能吃苦 苦尽甘来 贪享乐 乐极生悲 平身手 创事业 抹心肝 讲公道 读好书 教好友 学好人 做好事 说公道话 做正经事 学好榜样 为人要有正气 做事要有朝气 教友要有义气 错误最多者 莫过于不承认错误的人 人最大的弱点 是姑息自己 苛求别人 以德为富 以道为贵 以安为福 以人为受 受人滴水之恩 当思永泉相报 只要怀疑有慈悉心 只要怀有慈悲心 人人皆是观世音 借气 借气是修养的功夫 借贪是人格的表现 微笑是人生百病的良药 以坚定的意志处事 用柔软的心情 带人 科学家寻求外在力量 改造世界 目的是想服务世人 但结果 却是破坏的成分居多 宗教家 从人内在的心灵 做改造 教导我们 认识人的尊贵和价值 放弃无谓的追逐和斗争 使人类能享有安全 和乐的生活 人活着 要能为家人服务 为邻居 朋友 及社会上的人 做些事 否则 我们为谁而活 当然 在服务他人的同时 也别忘了 要为自己而活 正思维 是生命的一种革命 需要依靠别人而活 就是不自由 如果你以为心是自我 那你弄错了 你把仆人当作老板 事实上 你自己才是老板 要当心的主人 不要成为心的奴隶 休息和放松 是生命中最重要的 静子映照人的影像 一旦静子前的人离去 静内不会留下任何影像 心也要像静子一般 凡具有慈悲和爱心 就容易与人顺利沟通 外在事物 有时会遮盖人 内心的光明和智慧 可曾想过 你自己是一个单独的人 你与任何人 一点也没有关系 世俗人 所称的亲戚朋友 夫妻 都只是暂时的聚合 因缘离散 则各自分别 所以不需要执着 这就是认清人真面目的出发点 对方从来不属于我 他是独立的个体 肉体中并无我的存在 人由于观念错误 带来自己和别人多少苦恼 放下我执 当下解脱 喜悦又舒服 无我执 有两种层次 一种是在知识上的认识 透过理智分析 了解五蕴身心皆无我 另一种 是从生活当中 真实体悟了无我 前者好像学习开车的理论课程 后者如同实际驾车上路 每一件事情都不能永远占有 说话的方式有五种 实际的或不实际的 真实的或不真实的 柔软的或不柔软的 有意义的或无意义的 慈悲的或愤怒的 一个人好不好 要看他的行为 学问不代表什么 心清静才是重要的 心清静的人 每一句话都是单纯而无价的 自己本身的深口意 先不清静 才会讨厌别人 保持微笑是最好的良药 微笑的人做事舒服 大家都喜欢他 每天要计划 今天我要微笑 不笑的话精神会分裂 佛教徒是最快乐的人 小狗摇尾巴 是爱心和感恩心的具体展现 所以被人类钟爱的饲养 而快乐的活下去 真正持戒的人 不会批评别人 也不会看不起别人 一个不快乐的修行人 对众生是没有利益的 佛陀可以七天静默不语 试试看 你会体会出 另一种无副作用的快乐感受 佛陀是彻悟宇宙人生真理的觉者 超越了烦恼痛苦的束缚 达到身心自在解脱 学佛真正的目的是以佛菩萨为榜样 净化心灵 去除烦恼 诵经 是诵念佛陀的教诲 进一步将经典的教导 加以落实到日常生活中 以求身心的改变与进化 慎守口业 逢凶化疾 气恶修善 消灾免难 早晚定课 自我教育 修学佛法 落实生活 修行的动机 是基于人生的需要 做定课的目的 为圆满的自我教育 佛陀虽然能觉悟宇宙人生的真相 却无法改变世间已有的状态 能修行佛法 以智慧通达宇宙人生的真理 内心清静 没有烦恼 零出世间 学佛 具体而言 乃是学习如何使心灵超越痛苦的智慧 认识痛苦 辨知一切苦 永断生死流 知书 知苦 断疾 木灭 修道 佛说 没有人能束缚我们 只有自己束缚自己 世间 为我所用 非我所有 有哪样东西是你的 追求心灵超越 追求心灵的超越 就是要破除我相 摧毁自我意识的空间 心一旦没有执着 就可以包容一切事物 往往跟你最亲密的人 却常常让你痛苦 挂怀 反倒是一些忤逆你的人事 却成了砥砺的力气 问题 全在于你用哪种心态面对 不执着的人 才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他能真正拥有一切 整个宇宙都是他的财富 佛法修持的总纲事 勤修戒定会 熄灭贪嗔痴 修学智慧的次第是 听闻佛法 审慎思维 实践旅行 龙树菩萨说 随空 幻象 法尔可闻可见 肯定因果 空性解脱 了知一切顺利 无非空患不可得的原生原灭 当下 当下不执着一切诸法 平等接受 如如不动 自性解脱 经养 文书 文书欲缘则有诗 文书菩萨就是以因缘为老师 菩萨的大悲心 就是平等心 愿将佛手双锤下 摸得人心一样平 曾依阿含经 小儿以梯枯为例 女人以娇媚为例 比丘以忍辱为例 国王以威势为例 罗汉以少欲为例 菩萨以慈悲为例 忍耐是天地间最宽大的包容能量 无常无我 是自然界的现象 缘起性空 是自然界的理则 地水火风 是自然界的元素 真如自性 是自然界的本体 六菩萨秘境 大悲心为父 菩提心为母 善法为知识 能救护众生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菩提心 菩提心以忠道实相为体 以四红诗愿为相 以自立立他的菩萨行为用 我归一佛陀 佛法与僧团 为我真正的福利 我受持戒律 智者失去财富 尚能继续生存 富者缺乏智慧 生不如死 过着不贪婪的生活 让你的心充满仁慈 保持正念 专注一处 即内在平稳 集中 消瘦身体 节制食量 少欲知足 即泰然自若 驱走舍望于不再直求 如此 无所求者 正得涅槃 充满着精力与毅力 常几几实践所学的 但智者不应过于自信 直至痛苦 已全消失 贪爱有伴和睡眠 松懈怠惰 轻易动怒 这是痛苦之源 唯当你能做到 你所教导别人的 那么你抑制了自己 你便能抑制他人 的确 抑制自己是艰难的 你自己一定要监视自己 你自己一定要审查自己 守护自己 保持正念呀 行者 你将活在快乐中 平心静气 心神集中 纯净及不受污染 仁慈对待所有众生 这是达到最高境界之道 你应该发展 对敌友一致的爱心 当爱心发展到完美时 你会正得正觉 我对五角的有爱心 我对有双角的 亦有爱心 对那些四只角 及多只角的 我也有爱心 经常快乐的是智者 他内心完全自由 不为感官之欲染污 他平静 并且不执着 摆脱贪欲 超越所有感官之欲 是世间之乐 但弃除自负的我事 为至上之乐 空的东西才发出声音 盈满的常常平静无声 愚者有如半满之虎 智者则向又深又静之耻 一切众生 一切生物 愿大家都有好运 不遭受任何伤害 保持身体寂静 言语极静 心念极静 即毫无污点 贤者从极静中受贿 真正地洗掉罪恶 和平 沉默于自治 静默少言 不傲慢自负 这人除去所有罪恶 有如风刮进树的叶子 佛陀在这世间出世 在这世间成长于居住 但不为尘世所污染 好比莲花 不为浊水所污染 体悟生命共同体的真实感受 发挥人积极 如实面对无常的提醒 如实面对无常的提醒 而了解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 他注定迟早 他注定迟早都要来叩门 更产生反省 与惜福的心 唯有正式苦难的存在 人们才会分外珍惜 原先为我们所习以为常的一切 苦的觉悟是佛陀人生观的起点 而以解脱为最后的目的 真正的幸福 其实不在于财物的多寡 亦不在于地位名誉的高下 而在于我们是否能珍惜每一个当下 爱每一个与我们今世有缘相聚的众生 面对无常 一般人有两种方式 一是消极逃避 一是积极面对 前者只会带来焦虑 恐惧 挫折与沮丧 后者却能勇于承担苦难 唤起无畏的自信与动力 面对无常 我们应该感谢他 提醒我们生命的可贵与有限 让我们格外的懂得 以慈悲喜舍心 与人相处的意义 面对无常 我们还是应该感谢 让我们知道苦魄的痛苦 知道烦恶的原因 知道烦恼可转成涅槃寂静 知道有方法可解脱烦恼 彻底迈向涅槃之道 外界的一切天灾人祸 都在向世间说法 都在说色身微脆 都在说我们的生命是苦 空无常 我们当以最寂静的心 回向世间的苦难 大厦千间 夜眠不过八尺 对于心外的空间 我们不必去争执 占取 重要的是 必须去体会心内的空间 佛经上说 心包太虚 量舟杀戒 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 我们应开展心内的世界 扩大心内的空间 无苦张巨经说 心取地狱 心取恶鬼 心取畜生 心取天人 这是说明三图六道 都取决于人心的一念 发心 才能把事情做好 立愿 做事 才有目标 劝法菩提星文说 金刚飞奸 愿力最尖 虚空飞大 心亡最大 不实是自己发财之道 实戒是自己平安之道 忍辱是自己做人之道 精进是自己成功之道 禅定是自己安心之道 般若是自己明理之道 华言精云 常心柔和人如法 安住慈悲喜舍中 菩萨在不实实物的同时 希望接受者 获得长寿 美丽 幸福 力量 智慧 乃至最高涅槃之果 菩萨给予饥渴者饮料 以使接受者 熄灭情感的贪欲 菩萨给予需求者衣服 以使获得道德上的残愉愉快 菩萨给予他人方便 以使修习神通 菩萨给予他人名声 以使品味道德的方向 菩萨给予受者鲜花和香油 同时希望受者 得到佛陀善德的尊荣 菩萨给予他人座位 以使成就觉悟 菩萨给予他人光明 菩萨不失众生住处 希望他人 与自己成为世界的皈依处 菩萨给予他人光明 以使得道五眼 即肉眼 慧眼 天眼 佛眼 知一切眼 菩萨给予他人相貌 以使具有佛陀的庄严 菩萨给予他人声乐 以使修习美妙的饭音 菩萨 菩萨不失他人美味 以使深受大众喜爱 菩萨 菩萨给予他人亲近 以使获得佛陀妙相 菩萨不失众生医药 同时希望病者成就涅槃 菩萨解放奴隶 同时希望人们 不再受情感的奴役 菩萨 菩萨舍离自己的孩子 以使对一切众生 施以父母之情 菩萨 菩萨舍离自己的妻子 以使成为世界的主人 菩萨 菩萨抛弃自己的国家 以使继承真理的王国 菩萨 木坚连尊者常劝告大众说 慎莫不孝父母师长 口业以及心恶念不可不慎 否则自作自受 夜报难逃 唯有爱心才能对质称慧 唯有慧见才能斩断无名 唯有慈爱才能克服仇恨 唯有教化的心灵才能拥有快乐 健全的举止 言语和想法 修行的重心是观察动机 审视心灵 从心开始 从心出发 过心生活 看经 听经 读经 皆要消归自信 心地观经 能观心者 就静解脱 不能观者 就静 沉沦 一念万年 万年一念 要善用其心 不得协用心 修行 或者禅作 是在心里完成的 不是在身体 七集菩提 诸佛豪光照大千 一念清静 及法身显现 戒 戒是指戒掉妄想 罪由心颤 造罪既是由心造 颤悔也是由心颤 心空极颤 发言经 事故善男子 应以善法 辅助自信 应以法语 润泽自信 应以妙法 致敬自信 应以精进 坚固自信 应以忍辱悲下自信 应以禅定 清静自信 应以智慧 明立自信 应以佛德 发起自信 应以平等 广博自信 应以实力 似无所谓 明照自信 自信 及一切法 世界和平 世界和平 唯有靠人格 唯有靠人格的完成 以完成人格 为目标的宗教 则有佛教 而人格的完成 则为赖智慧 慈悲与勇气 三者之调和 方可达到 血迹 血迹不能以血洗净 怨恨不能以怨恨止息 唯有忘掉怨恨 才能止息怨恨 不可久看 不可短期 怨恨唯独 以无怨恨 才能消除 充满欲望的人 所建的宫殿 并非佛的住所 即使是月光 会露进来的 简陋小屋 若以执心人为主人 就成为佛住的地方 唯有透过心灵和平的开发 方能达成我们个人 及我们周遭世界的真正和平 只要以忍为假咒 毁磅七日而消失 西方哲人说 真正的爱 不是在双方宁目注视之中 而是双方朝同一方向注视 佛口舍心 外面如菩萨 内心如夜叉 退两步再向前跳 比原地跳成绩更好 门若打不开 不妨拉一下再开 不妨是利他的菩提心 又能针对止息烦恼 而自立修道 当是佛教徒 永远要努力的课题 不必太在意死后的事 只需重视眼前所发生的事 然后依宜克服 如此也等于在解决未来的事 不需忧虑肉体死亡后的生 反而应该认真探讨 肉体死亡前的生 宝石从地而生 德从善而现 智慧从清净心而生 将觉醒放入心中 如果心是觉醒的话 它将安住于平静之中 我们必须和变迁同住 心就是如此 不断地变迁 感觉是不稳定的 它们是变异 不圆满和无主的 众生的情爱胜于智慧 菩萨发菩提心 以智慧净化情爱 发心为进去菩提 救度众生的愿乐 众生以情爱为本 佛离一切情直 而究竟正觉 所以以大觉为本 由于悲心的激发 力士度生宏愿 以佛陀为鬼范 修学大悲大志 大勇大力 以救度一切众生 名为发菩提心 真认自己错 莫论他人非 他非即我非 同体名大悲 十月 以春风接人 以秋霜甚至 法剧经 物件别人写取 物件别人做此不作彼 应思自己何为何不为 大圣的僧宝 是根据缘起法则 拒绝自以为是的 自我疏离 与断绝心态的生活 互相确认自己 是命运共同体的一环 努力于他人融合无间 以成为构成世界和平 一分子为指标 归于物性 归于真理 归于和合之众生 能以政治看见四圣真理 我们应把握住 三宝的现代意义 发扬佛陀本怀的 吉人成佛的佛教 爱惜自我 是一切苦难之源 爱惜他人 则是所有功德之本 要多修习自他相患法门 你的存心是一切作为 都是为了所有众生 转换关心的对象 众生 蝉思 今天你就会死亡 那么你要如何安排人生呢 细住这一颗心 就细住所有老虎 狮子 象 蛇 仇敌 地狱的守卫 乌魔 一旦降服了内心 心流中不再有嗔恨 就不会有外在的仇敌 我们的整个问题 在于不明白诸法的实相 而活在幻想中 不了解一切如幻 是根本的幻想 这个颠倒剑 无名 是一切烦恼的根源 它促动造业 所造的业 在心室留下种子 成为轮回的噪音 务必觉察 一切缘起法 本质上是短暂的 而且本质上自信空 户心以外的任何行为 有什么用 一切诸法本 因缘生无主 若能结词者 则得真实道 因缘生万法 凡再生之法 皆是即将毁灭之法的真理 能够支撑住修行者的整个人格 助成它清静的行为 与无上的威仪 这即是真理的力量 一切事物都有生有灭 而且生必有因 灭必有因 我们的生灭和存在 其实正是建立在 因缘这种关联之上 我不足爱惜 眼前的我 仅是假名安利的 那么就没有什么好爱惜 执着的了 自我爱惜 是唯我独尊的独裁 本来是为了利益自己 却只会带来麻烦和失败 任何人都绝不可能离开他人而生存 去借团体的力量来维持自己的存在 佛法存在于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之中 一己 佛法存在于互相关联的世界 利用困境 摧破自我爱惜 受苦疾病等 使净除恶业和障碍的扫荣 人生真正的快乐 始于爱惜其他众生 一旦你开始了为其他众生过火 在你把关心的对象 从自己转换为其他众生的时候 内心顿时放下自我爱惜 便解脱自私心的束缚 内心便获得真正的解放 自由及满足和安宁 为了一切众生 我要成佛 我要对一切众生负责 我们有责任解除 所有众生的一切苦及苦因 无名障 并引导他们成就佛果 要引导众生逐步得到安乐 正悟成佛 我们必须通晓每一个众生的一一业 依依新量和特质 以及适合他们每一位的种种不同的法门 这只有靠一切种质了 为什么不爱惜助你修行 升起佛道 成就佛果的仇敌 所谓的我 是应该永远要舍弃的对象 所谓的其他众生 即使仅仅一个众生 是必须恒常爱惜的对象 把生命奉献 甚至仅是一位众生 那才有生命的光明与快乐 别无选择 既然你不喜欢烦恼 那你必须修行佛法 从内心里去除苦因 创造乐因 回向 怀着菩提心 空性见 回向功德 就好比把一滴水倒入大海 只要大海存在 水滴就存在 宇宙人生的真理 佛说有三 诸行无常 说明了一切事物都在因果法则下 不断的迁流变化 其中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东西 诸法无我 存在的事物都不过是因缘和合的假象 其中没有什么可以独立自存的 涅槃极境 说明了动乱变化 假和换线物的最后归宿 都是平等无差别的 一切事物是动乱差别 也是极尽平等的 最高的智慧 是要在因果现实的关系中 深入的去体验普遍而必然的最高真理 纠正我们内心上的错误 引导行为入于正轨 即达到此涅槃极境的境地 就可以得到生死苦痛的解脱了 世间上的事物都是无常的 无我的 一切事物离开了关系条件的存在 则别无他物 菩萨物证了空的真理 济于此空性中 荣舍贯穿了诸形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极境的三法印 不变性不可得 独存性不可得 实在性不可得 不可得即是空 空 不离开因果事物而有空 即事物的无常变化 无我不识 自性极灭 以空 以十项印贯通 诸形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极境的三法印 般若十项会 即能真知诸法真理的 凡是真理 必定是本来如此的 必然如此的 普遍如此的 佛法教人修定习惠 般若 根除心理上的错误 通达法性空 即无常 无我涅槃极境 亲切正宴 做到去来坐卧 莫不如此 一切事物都是变动的 假和的 非实在的 即是毕竟空 于自身中 所起实有自性职 名为我职 在诸法上 在诸法上所起的执着 明法职 我职和法职 为出生一切错乱苦痛的根本 而我职 尤为根本 佛法职 佛法首先教人除雀 我职 我职没有了 即能契合于缘起的正理 符合于群众的正义 行为自然 行为自然合理了 特别是人们直觉的 于自身中 既知有我 撒加耶剑 于所对的一切事物 以己意而主宰他 即即为我所 这种我 有我必有我所的既知 在生死轮回中 是为一切执着苦痛的根本 声闻圆绝圣法 是从修界 持定发挥的过程 解脱一己的生死苦痛 但唯有菩萨型的大圣法 才是佛法中 最究竟的信要 才契合佛陀的本怀 大圣法 菩提心 大悲心 般若慧 以此三种而行 六波罗蜜多 是大圣佛法的特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